真言二十七章十五节 大雨之日连连滴漏 和争吵的妇人一样 大雨原文是持续下的雨 妇人原文可以翻成妻子 当然应用上不是只有妻子会吵闹不休 也有丈夫是争吵吵闹不休的 本节于十九章十三节 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 二十一章九节 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 不在宽阔的房屋 与争吵的妇人同住相似 十六节继续说 想拦阻她的便是拦阻风 也是右手抓油 这里点出 无法阻止她吵闹的难处 更清楚地描绘出 与这样子的妇人相处的痛苦 不在宽阔的房屋里也会有什么好处 不在宽阔的房屋里也会有什么好处